函数上咱们要构造 define一下这样一个network的一个网络结构 就是一个 先是一个create一下这个network 然后呢 咱们再用这个network 帮咱们进行一个训练 先define一下这个create network 然后呢 在这里啊 咱们就要按照之前的这样的一个结构 去写它的一个整体的网络架构吧 我们看啊 就是按照咱们PPT里边说的 它的一个整体的架构 咱们就开始写它的一个network 是等于什么的 首先呢 就是咱们先要对network 进行一些权重值的处置化吧 比如说啊 咱们现在有一个w还有一个b 对于每个卷积层来说啊 都是有一个w还有一个b吧 所以说 我们需要写w的一个conver 还有这样一个b的一个conver w的一个conver呢 一会儿啊 咱们用一个函数吧 一会儿咱们再写这个函数 咱们先假设啊 我有这样一个函数 就是可以帮咱们进行一个权重处置化的一个函数 一会儿咱们去写 先把这个整体架构写完 一会儿咱们再写这样一个函数 这里呢 我们只需要传进来它的一些参数 比如说8 8 然后呢 input的一个channel和output的一个channel input的channel啊 咱们刚才说了 它是四张图像 作为咱们的一个state的吧 所以说它input的channel就是一个八 它的input的channel就是等于四的 然后呢 output的channel 咱们让它是等于三十二吧 所以说第一个参数啊 它是一个8乘8 再乘以4 再乘以32的啊 这里已经给大家写出来了 咱们只需要呢 把这个8乘8 然后432给它写出来 一会儿啊 咱们再写这个 w的这个函数 有一个w的这个函数 那么同样呢 咱们对于这个参数b啊 咱们还需要一个参数 对于这个偏致像 我也可以写一个 在这块写一个bias 还需要指定这样一个 bias的一个variable bias的一个variable呢 里边它就是等于32吧 它就跟啊 你的一个输出的一个值 是对应上的 比如说输出 我想得到32特征图 那么这个b啊 它也是有32个的 这个是w wconver1 还有这个bconver1 那同样啊 还有这样一个wconver2 还有这样一个bconver2吧 咱们同样要对它 进行一个处理化的操作 对于这个b来说呢 我们它的一个filter 它变小一些 变成4 然后呢 input channel是等于32的 因为上一个图啊 它是得出来了32特征图 然后呢 我想把它图翻倍 得到64个特征图 这个就是一个wconver2 然后呢 对于这个bconver2来说啊 它也是等于64的 这是啊 咱们现在进行了两次卷积 两次卷积完了之后 还有第三次卷积啊 我们把它啊 把这个2 再改成一个3 这是第三次卷积 第三次卷积啊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的结构啊 第三次卷积 它是等于什么 它是等于一个 我们看这块是一个 呃 432 64啊 第三次卷积 是这样的 我们把第三次卷积的一个结果给它输进来 第三次卷积呢 我们的一个filter又变小了 filter它是等于3的 然后input channel 它是等于64的 output channel呢 我们也让它等于64啊 这就是咱们第三个卷积层 然后呢 这个也是等于64的 现在啊 咱们就完成了三层卷积的一个架构 这块呢 我们就写一个 嗯 wfc啊 然后它呢 也是要进行一个处置化 在这个处置化过程当中啊 我们就让它的一个值给它写出来 比如说前面 我们要算一下 前面的一个结果 就是会得到多少个特征的一个值啊 比如说算完了 它是等于1600个的 hw乘c乘上它的一个 就是啊 hw乘上c 它是等于1600的嘛 然后1600再乘上一个512 咱们希望得到512微的一个向量 然后呢 这是wce还有一个bfce bfce也复制过来 bfce啊 因为咱们得到512个向量吧 所以说bfce啊 它就是等于512这个值 wfce和bfce写完之后 最后还有最后一个全连接层 最后一个全连接层啊 咱们只需要让它的一个结果是等于2就可以了吧 也就是这样512 再乘上一个 咱们之前写了一个参数 一个actions 把actions啊 传进来 你想得到几种操作呢 我们就得到几种操作 这样啊 咱们就完成了这个网络啊 它的一个整体的架构 是等于什么的 在这个网络整理架构当中啊 我们还需要再指定一些东西 就是说 呃 我们现在我想一想 咱们需要再指定的是 现在是个全连接层 全连接层完之后啊 我们还是 就把它进行一个变换啊 咱们再来写 全连接层完之后啊 还没有完 咱们先啊 把当前的一个输出拿出来 就是 我先写当前的一个输入吧 咱们输入是一个x x呢 它是等于tensorflow.placeholder的一个格式 placeholder里啊 它的一个dtype 它是一个flow类型的 然后呢 它的一个shape 它的一个shape 我们需要指定一下 因为是一个batch 一个batch传的 所以说啊 它的一个shape 第一个是乱 然后呢 第二是80 然后呢 80完了 也是80 80完了 最后是4 这样了 咱们就先把这个s啊 给它写完了 这里啊 咱们是不是现在啊 把它的一些带参数的层写完了 带参数的层 它是有这个卷积层 还有这样一个全连接层 然后呢 对于这些带参数的层啊 咱们都给它进行一个处理化之后 我们实际上就可以定义 这些操作了吧 就是说 有一个hconver1啊 咱们就让它是等于结果的 hconver1等于什么呢 就等于tensorflow.n 那块下 咱们先把这个软路 给它调出来 这个没有卡住了 把这个软路调出来 然后呢 咱们软路里啊 是不是有一个啊 一会儿我会写一个函数 叫做一个conver2d的函数 在这个函数当中啊 我会进行一个卷积的操作 对谁呢 对咱们的输入x啊 对谁是咱们输入s 以及呢 咱们的一个权重 这个w啊 conver1 对它啊 它们进行一个卷积的操作 然后呢 还要传进来的是一个参数 咱们先把这个参数4啊 传进来 一会儿呢 等咱们写这个conver2d的时候啊 大家就知道啊 这个参数 它是表达一层什么样的含义了 这个4啊 它就是表示着 咱们的一个stread啊 它是等于4的 现在啊 咱们就完成了 第一个卷积的操作啊 第一个卷积操作没完啊 这会儿还要加上一个东西 还要加上这样一个偏置项啊 我们还有这样一个bconver1 再把它加过来 这样呢 咱们就完成了第一个卷积操作 卷积完之后啊 咱们还有一个齿化层 就是这样一个pool layer hpool1 然后呢 我让它等于咱们的一会儿 还要写这样一个函数 就是一个messpool的 我们写这样一个messpool 然后呢 它是一个 它是一个2x2的 咱们就直接这么写吧 它是一个2 然后呢 再乘2x2 它就是这样一种结构 然后啊 它只需要传进来的一个输入 就是一个hconver1就可以了 这些操作啊 咱们现在没写啊 一会儿咱们再完成这样一个操作 那现在啊 写完了一个hconver1 还有一个hpool1之后 还有一个hconver2 还有一个hpool2 咱们再把它拿过来 hconver2啊 其实这个操作啊 都是一样的 还是这个conver2d 只不过说里边呢 它传进来的一个输入 就是这个hpool1的一个结果 然后呢 还有这样一个wconver2拿过来 它的一个thread值啊 它是等于2的 我用这个2来进行表示 然后呢 加上这个bconver2啊 这块就是说 把咱们参数啊 进行一个对调 然后呢 h 我看一下hconver2 hconver2完之后啊 我们是不加这个pooling的 所以说这个层啊 我们给它先注视掉吧 这个层先暂时不加 hconver2完之后啊 我们接下来有一个hconver3吧 hconver3再拿过来 这里呢 咱们先暂时啊 只用这样一个pooling层 hconver3 hconver3点 其实咱们要传的 把它换成conver3 stread等于1 这样咱们就完成了 一个网络的结构啊 然后呢 加上bconver3 这样咱们就是一个 第三次它的一个结果 第三次捐练 第三次结果完之后 我们想一想 是不是说下一步啊 我们要连前连接层了 你要连前连接接层 还要需要做一个变换 咱们需要把这个东西啊 再进行一个拉平 也就是说 把这个特性图上 所有的值 构造成一个向量的形式 咱们要做这样一个拉平 怎么拉平呢 我们用tensorflow.resharp的一个操作 resharp谁呢 resharp这个hconver3 这样一个特征图 resharp成多大呢 给它定义一下 它第一个维度啊 是等于-1的 第二维度啊 是等于1600就可以 这个1600啊 需要大家自己手动的去算一下啊 就是说 你最终得到特征图是多大的 hw乘上 h乘上w再乘上一个c 最终结果是等于多少的 对于你当前的一个输入 那么你算出多少之后呢 你就把它的一个成绩啊 写上来就可以了 这个呢 是一个咱们拉平之后 拉平之后啊 咱们就要进行一个 全连接操作 就是这个hfce hfce 它的一个结果啊 就等于tensorflow点 我先把这个软路写出来 n模块下 然后有一个软路 在这个软路里边啊 我要定义一个东西 就是tensorflow点 它的一个mattmultiply 这样一个函数 我直接写这样一个函数吧 mattmultiply 在这个函数里呢 我们需要把它的一个输入 输入就是咱们拉平的这个向量 然后呢 跟谁啊 跟咱们的一个wfce吧 就是咱们的刚才出手画的 这样一个参数 跟wce进行一个组合 然后呢 就是相当于啊 一个wx再加上b的一个操作 再把这样一个偏制项给它拿过来 这样呢 咱们就得出来了一个hfce 有了一个hfce之后啊 还有一个hfcr吧 就是咱们最终 最终啊 我说它的一个结果 我让它定义成这个名字 它就叫做一个readout readout呢 等于也是一个mattmultiply 然后呢 传接的结果就是hfce 然后让它呀 再去乘上这样一个wfcr吧 就是w乘x 那么最终结果呢 我再让它加上这个b值就可以了 再加上这样一个bfcr 这样咱们就完成了一个整体神经网 整体啊 这个卷积神经网络啊 它的一个架构 卷积层啊 加上一些圈积层啊 还是很简单的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把它readout回去就可以了 认识回去 我们看认识的分别什么 认识一下这个s s呢是什么 s是咱们一个return 认识回去之后啊 咱们先是这个s 就是咱们一开始啊 指定的这个plateholder 咱们当前的一个输入 它的维度呢 是一个barge size 乘上一个80 乘上80 再乘上一个4的 就是说啊 咱们现在是 每4帧给它做成一张图像吧 咱们现在图像来说 就是有些特别 对于一个state来说 它是一个80 乘以80 乘以4的 那一共有多少state呢 咱们刚才是 指定了一个barge size吧 那么也就是说啊 其实啊 这是一 咱们就把这个80 乘以80 再乘以4 想象成是一个输入 一个输入呢 代表一个state 它其实啊 就是四帧图像 堆出来的 这样一个state 对于特别的 对于特仁这个s 是咱们当前的一个输入 然后呢 还有一个readout 是咱们当前的一个结果 最当前啊 一个预测的结果 我们还可以把这样一个值 就是一个hfc 把它啊 第一个特征图的一个向量啊 咱们也可以返回回去 这个啊 就是咱们的一个返回的结果 就是这个s 表示着咱们当前的一个 当前啊 他们的一个输入 然后呢 readout表示 是当前的一个预测结果 hfc呢 表示啊 倒数第二个全连接层 它的一个特征向量 是等于什么 那现在啊 咱们是不是还有一些操作 没有写啊 咱们先把这些操作啊 再给它写完 就是卷积当中啊 咱们的定义的一些其他操作